台湾的低薪问题有多严重 有网友上主记处的心情平台网站试算 让他傻眼的是 台湾人薪水真的低到可怕 年轻96万就赢过90%的上班族 不少人心有戚戚烟 这根本是吃土穷人排行法 自己破百万完全不相信是那10% 到哪都觉得比别人穷很多 年收破百跟一般人的生活 不会差别太大 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 要买个车都还要考虑很久 更不用说是房子了 也有人认为 台湾很多有钱人的资产 在房产土地 股票收益 海外资产 这部分应该没有统计进去 不过在台湾普遍低薪的年代 年收入近百万 真的算是很高薪了